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汉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这个教材,你可以到我的博客,我的博客来下载。 那这个教材呢,是来自我这一本书,就是在台湾出版的这个面向对象跟Android的书籍。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第四章,第四章谈的是类别的继承与这个封装性,这里在谈的就是说,我现在因为这个类别继承一定牵涉到负类,负类, 然后跟这个类类,负类跟类类,OK 然后类类继承负类,所以呢,这一个是 这是类类 这是类类 然后呢,这是负类 然后呢,现在的议题就是 当这个负类里头定义的一个,比如说age 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这个属性呢,假设这里头是18,OK 那这个类呢,这个class呢,假设这个class是我写的 那么这个class是你写的,OK 好,那你在写这个类类的时候会写一些代码,比如说写一个function1 然后呢,这里头有函数 那我这个你在写这个函数的代码的时候 对不对 能不能直接写age 比如说把age改掉,改成25 对不对 那这个age是我G类所定义的 那么我是不是允许你用 我这个age这个名词,这个书记的名称 这个变量的名称 那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那就看我这些负类的人呢 愿不愿意给你来使用这个age 这样的一个名称,OK 那这个age呢 是属于这个类类的对象的 所以呢,这边也相当于这个age 那这个age呢,指的就是整个对象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产生对象的时候 我们在上一,上上一回合有提到过 当 来new 类类的对象的时候 那这是 这是类,我们把它画一条线好了 画两条线,这表示是class 那这个拿这个class来产生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会有一部分是附类的构造式来建立的 所以呢 这个age 18 那这边假如这边有name 所以呢 这一个 这一个子类定一个name 所以那这个对象里头呢 就有name 那这一块是有子类的构造式建的 这一块是由基类的构造式建的 然后这整个都叫做这个子类的这个对象 尤其是附类 它是这个抽象和收象的类 所以我们只是去new它 我们new它 ok new这个子类 那就产生一个子类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里头就包括 有这一个附类所定义的age 因为它既存下来的age 然后name 然后呢 这整个 z10呢 目前的z10呢 就是参考到 这整个对象 参考到整个对象 所以z10.age就做到这个 z10.name就是这个 但是 这样的一个写法 那决定义是不是合法 决定义呢 我对这个age 设定设下的这一个前线 就是我如果 要把它封装起来 那么 你就不能这样写 这是你写子类的时候不能这样写 那如果我允许你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这样写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谈 我做负类 写负类的时候 我对里头的这个属性 还有函数 我的封装的这个能力 要怎么决定 所以呢 就衍生出来有公用的 还有私有的数据 还有公用的私有的函数 好 那 接着我也会以Android的例子来说明 这个类别的封装性 好 最后呢 应用以西跟西加加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 这个公用跟私有的数据 那公用的话就是这个叫做public public 那这个私有的话叫private 叫private 这样子 这叫私有的 这是有类别所私有的 所以现在所谈的都是谈到的都是分工 就刚刚你所看到这里的 分工的意思就是说 基类是我写的 就是说附类是我写的 子类是你写的 那我想不让你来用我的age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议题 所以这个public 这private 所以基于对象的封装性 好 那么类别所定义的数据 只允许自己的函数可以儲存 好 就是 这一个 某些 这个负类 这个负类 现在只要谈的就是负类 负类呢 类所定义的 这个data item 就是属性 这个data 只限于呢 这个类 负类里头的函数才可以存取 那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 这个如果子类能不能存起负类的这个数据项 就是能不能直接 这里直接存起的意思就是 直接使用这个负类里头的这个数据的名称就是这个 比如说 这里有定一个数据 的名称叫A级 那么我在子类写代码的时候 可以不可以直接用A级这个名字 就直接去抓 这里直接的意思就是 直接 写了这个A级的这个属性名称 那去取得这个数据 那这就是所谓的直接的意思 那如果不能 那表示呢 这个负类的所定义的数据项 只有负类的函数才可以存取 那所以呢 我们就在面临的问题就是 子类能否直接存取负类的数据 那就像 而你能不能从父母继承的财产 他能不能把它卖掉等等的 如果可以 那么对于父母的财产呢 就没有保护的作用 那如果不行 那么 会给这个开发者呢 带来的一些限制 带来的限制 让他比较不方便 因为不能直接抓嘛 所以百分之百的封装性 最为完美 但是 若给予子类肉干的优待 就是让子类呢 有一些优待 那就会创造的弹性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 一个类 那里头有一个age 有一个age 这样的一个资料 一个数据 一个属性 那么 我们 如果写一个main function 如果我们写一个main function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main function 在这个函数里头 能不能 写这个 这个 譬如说 我们这个类 叫做 叫做 弱死 这一个 弱死好了 一个 那弱死呢 这是一个人民好了 或者是一种 人类好了 或者一种花都可以 花LH好了 然后呢 所以呢 你就 这个弱死呢 啊 弱死 弱死呢 然后啊 等于 牛 这一个弱死 这样子 啊 如果弱死啊 等这样子 那表示呢 我这边有一个啊 的一个小小的变量 然后呢 他就指向这个 弱死的对象咯 好 那么 现在呢 议题就是 我这边可不可以写 弱R.h 加加 好了 OK 是弱死.h 然后加1 能不能对这一个 假设这个值是18 这个对象的值 那我能不能给他加1 有没有 能不能给他加1 有没有 那这里就是直接使用这个H的名字 直接使用这个H 好 那 如果是这边可以使用 那么有一天这个激烈的H改的名字了 这边就要改 对不对 所以对H的 啊 这个 啊 包装就没有做到位 然后呢 啊 就是直接让他可以来存起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也没有保护性 好 那这种 啊 这个Ros 这个class 外之外的 这个函数 可以存取的 那这里 我们就必须加了一个字元 叫做public 啊 叫做public 就是公用的 那公用 这里如果写public 那么 表示呢 这一个类 之外的 所有的函数 都可以直接 用这一个 age 这个名词 这个名称 啊 用这个名称来 取得这里头的数据 取得这里的数据 ok 好 那么 如果这里写的是private 如果这边是private 那这一行就不对了 啊 就被限制制了 这里就不能直接用age ok 好 那这是对外边的 啊 从对类之外的 好 那如果说 啊 这一个 这个 子类 那就有多了一个 叫做public 啊 如果这边写的是private 啊 如果这边写的是private 那这个子类呢 啊 也是不能用的 啊 如果这边写的是private 那么 这边就不对 这边不能用 那么如果写的是private 就私有的 这边也不能用 这边不能直接用 直接写age 好 那如果public 那这边可以用 啊 那外边也可以用 所以public呢 就是外边的 啊 任何函数 就可以直接取用 就是外边的函数 也可以用age这个名字 在类也可以用age这个名字 那public呢 就是特别 啊 引起子类可以 外边不行 啊 就自己的家族 可以 外边不行 那private呢 是两个都不行 所以public 是两个都可以 就是子类外边都可以 那么 这一个private呢 是两个都不行 子类不能用 然后 这个外边也不行 那protected呢 是 子类可以 外边不行 ok 所以这里 基本上 就分成三种 啊 就是public 就是 啊 子类 跟外边的函数 都可以来存取 就直接用这个名称 名称 名称来存取 那protected呢 就是 自己家族的 就子类的可以 啊 但是 这个外边的不行 那 这个 public 是两边都可以 内外都可以 啊 那private呢 是子类不行 外边也不行 所以只有 啊 附类的函数 才可以来存取 那 加完呢 啊 就是这三个 通通有 啊 通通有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加完的代码 你看这有一个 数据项 叫到 name 然后呢 这个数据项呢 他是 定义成 这个private 所以呢 就只有 这一个 啊 啊 这一个class 里头的函数 这个 只有这个函数 里头呢 的代码里头 才可以直接写name 啊 直接写name 还有这个age呢 是private 啊 所以自己可以用 啊 自己可以用 然后呢 这个像teacher 啊 他是继承的person 啊 所以在这个teacher里头呢 不能用这一个 因为他是private 所以不能 在这里头不能直接写name 啊 那age可以 你看这个直接写age 啊 直接写age在这里 啊 可以 ok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把名字放进去 因为只有这个自己的函数才可以 所以呢 就是透过这样 这是构造式 叫teacher的构造式 然后他调用了 啊 调用了 激烈的构造式 所以调用到这个函数 因此呢 就把name name传给他 a传给他 a传给他 那这里再把a 放给age name assign给name na assign给name 那因为这里头是自己人 就是自己类的函数 所以可以用private的变量 可以用private的变量 ok 好 那么 在这个 啊 age 因为是public 所以这里直接可以写 ok 自己就可以写 那这个是public 那是teacher的 定义的 当然自己可以用 没问题 public 是自己 可以用 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啊 现在 产生一个teacher 这样的一个 啊 啊 一个 啊 对象在这里 产生一个对象 啊 那么 啊 就由这个啊 啊 crag 来指向他啊 所以我们 产生一个对象 但是这个对象呢 啊 是teacher 啊 那他有子类 有副类 所以这个对象 里头有一半 有一些 是属于 副类的 啊 这一个 属于副类的构造式来建的 那 有一半是属于子类的构造式来建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个 我们 调用的 子类的构造式 子类的构造式 调用 副类的构造式 所以 副类的构造式 就创建了一个 这个 对象 就是副类的对象 然后呢 里头有两项 这个 属性 这是副类的 一个是name 一个是age OK 一个是name 一个是name 一个是age OK 这是副类所建的 副类所建的 那建的 是由super 然后 这个时候就把name跟a 传进去了 他就出机子的设定了 所以 这个teacher呢 他就把craig 跟38 放进去了 所以 这边是 这边就变成 craig 这是一个字符串 crag 然后呢 他的age是38 OK 那这个就是 这一个副类的 这一个构造式 是所建的一个 副类的 对象 副类的对象 副类的对象 然后呢 子类就再加他自己的对象 这对象呢 就 增加了一项 叫salary 然后呢 自己就 建完了 就把salary放进去 所以 所以呢 这边就变成 四万五千 这边就 四万五千 OK 那这个 就是这一个对象 然后呢 给一个 小小的变量 小变量 crag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参考到他 OK 他就参考到他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teacher的 接下来呢 啊 这一个 modifyage 就是送这个message 给这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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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这个 craig所指的这个对象 OK 也就是那因为他是他的reference 等于是他的别名 所以呢 啊 我们称为这也是craig这个对象 OK 然后呢 送message给他 然后把42 传过去 那我们就来看 他就是 啊 把42 就是modifyage 这就是42 然后 a asite给age 因为age 是public 所以类 可以直接用他 指类可以用他 所以就把他assine进去了 这样子 好 这个person的age 这个 啊 数据成员的定义为public 表示age为公用数据 任何函数 可以 直接存取 直接都可以用 啊 这一个名称 直接用名称来存取 因这teacher的modifyage 可以使用age这个名称 OK 那那是因为他是public 所以他可以直接用这个 相对的teacher的类 所以就不得使用name 这个名称了 因为name定义为private 就是 这边 啊 name呢 定义成private 所以呢 在teacher里头的 函数里头呢 就不能直接用name 这个名词了 啊 就不能直接用name 这个名词了 啊 所以 因为表示name 是一个person 的一个私有的数据 啊 再看看teacher 类的salary 所以他定义为public 就表示呢 这个 啊 公用的 所以在main function 这个是那个类之外的 main function 可以直接 写点theory 好 因为theory在 这个 啊 定义成public 在这里 所以呢 main function 可以用 可以直接用它 OK main function 可以直接用它 因为它是public 表示公用之意 所以main main function 可以直接使用 这样子 啊 the salary的名字 去 取出这个sary 而不能 写 不能写 craig 啊 the name 因为name 是private的 因为name 是person的 私有的数据 外界不能 直接用它 直接用它 OK 好 那你可能会问 那我不能直接用它 那我 我也想把它的 名字 秀出来 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你就 会在 啊 这里 啊 会在这里 可以加一个函数 加一个函数 啊 叫做 get get 这个 name 那怎么办 啊 这个 啊 你这边要把这个name 啊 你要get the name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 啊 直接在 这个子类的地方 啊 比如说 啊 这一个 啊 啊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再写一个 啊 啊 就在这里 啊 比如说 creg.age 好 那你就creg.get get name 啊 那么 这边 就会输出这个name了 所以呢 不能直接写age 你可以 啊 这边再加一个 加一个函数 叫做 啊 getage 啊 你这边可以加一个函数 叫做getage 然后这边就returnage 那因为这是自己的函数 可以用age 没问题 那 那这一个 getage呢 如果把它变成public 所以这里就可以 直接call craig.getage 就是 这里是craig 那因为不能直接用age嘛 假设age 被封装起来了 就是 getage 那这样也是一样 可以取得它的值 OK 就是 当你被封装起来的时候 那么可以设一个 函数 去存起它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公用跟私有的函数 啊 刚刚 是谈的是 啊 这个数据项 就是属性 那 有private protect the public 同样的 这个函数也有 啊 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这一个class里头呢 就是有函数 还有 这个属性 就是数据项 啊 就是我们 说这个class呢 或者物件 或者对象里头呢 那 有这个 啊 这个属性 跟行为 属性就表现成数据项 行为就表现成函数 所以呢 那 数据项也有 private protected public 之分 函数 也有 啊 好 那 这个 虽然很多应用上 这个函数呢 大都是 private 但有必要的时候 将函数定义 private 跟protected 也很有可能 那私有的函数 跟私有的数据一样 指限里呢 该类的函数 才能调用它 才能够 啊 存起它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这个例子 好 那这个例子呢 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 name 把它改成 protected 意思说 类类 可以来 直接使用name 这个名字 然后呢 age 变private 变私有的 变私有的 所以只有在自己的函数里头 才可以 用到age 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类的函数 所以他直接用age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函数本身是protected的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 这个子类 那可以直接调用它 你看 是不是直接写的modifyage 就是这个函数的名称 直接要写这样子 OK 表示 在这一个子类 可以 直接用这个函数的名字 可以直接用函数的名字 可以直接调用它 这个表示 因为protected 所以子类 可以直接用它 那如果这边改成private 那这一个就不对了 这一个就不对了 因为 这个时候子类不能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OK 那 同样的 就protected的name 所以那这边可以直接用name 直接用name OK 那 就是 因为 这一个是 protected 所以子类的函数 里头可以直接 用name 因为家族都可以 家族都可以 OK 那 因为它是protected 所以子类也可以直接调用 因为 整个家族都可以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做个说明 这个name 是家族呢 共用的 数据 所以 它一定是protected的name 在这里 name是protected的 所以是 这个子类 可以用的 因为它是家族可以用的 所以这个是 name是家族共用的数据 所以 凡是person的 子类 或者是 子类 就是生类 都可以 采用 因为它是 public的 这个name 但家族之外的 函数 不能使用 那是因为 这里是protected 的 protected是家族共用 不是完全共用 那modified age 为person的 它也是protected的 所以呢 它的 这个体系的 子类 都可以来 调用它 那teacher 是person的 一个 子类 所以teacher的 modified函数 可以调用 modified age 可以调用 modified age 而jman不是person的 一言 所以man里头 不能直接 调用它 因为它是protected的 外边不能 在man中可以写着trmodified 因为modified为公用的 公用的 你看这个 有一个class 这里 叫做 modified 有没有 这个modified 那它是public的 所以呢 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用它 所以呢 就由这一个 man 他不能调用它 但是可以调用trmodified 因为modified为公用的函数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 那jman里头就不用写 这一个tr 这个modified age 因为modified age是protected的函数 这样子 那为什么 这就是 因为modified age 它是一个protected 那man是外来的 所以呢 外来的就不能用 只有子类才可以用 所以man里头呢 不能直接 用到这个名字叫modified age 因为它是定义成protected的 也就是说person的子生类别呢 皆能调用modified age 但加值之外的类别能然不可调用 因为 这个函数呢 modified age 本身定义成这个protected 在这里 在这里 modified age呢 被定义成呢 这个protected 所以只有子类里头可以用 外 这个man方形不能用 因为man方形是类之外的人 ok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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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